因為方域這個email是受到邀請的作者 所以在這個共理網站裡面他並不是管理員 那下一次你再進到這個friendscowork.com的時候 那你是作者那你應該怎麼登錄去新增你的文章 像剛剛這一篇是你自己新增的吧 那擺方域168這個帳號 那下次你要再新增文章的時候 你必須在登錄後台去新增 在左下角的地方有一個登錄 然後填入你自己的帳號 email或者是username都可以 username的話就是方域168 那如果是email看你比較記得哪一個 如果是email你比較記得的話 那你就key入你的email 然後密碼是不能忘記的 密碼就是你申請帳號的時候自己的那個密碼 然後按登錄 ok 這個時候你會看到右邊這個是你的帳號名稱 就是方域168 然後你會發現因為你自己並沒有自己的部落格網站 所以你這邊只有一個流奶爸人脈網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自己的你在新增帳號的時候 你有順便新增一個部落格的話 這底下就會有你自己的部落格 然後也有一個流奶爸人脈網的這個共筆網站 那如果你沒有自己的話 那目前你只會看到這個流奶爸的人脈網 也就是說這邊如果有網站名稱的話 表示你都可以在裡面去新增文章 那你現在登錄之後這個流奶爸人脈網 那你就可以去再去新增另外一篇文章 這邊有個文章 新增文章 跟剛才的步驟一樣 跟我們上一節的步驟一樣 在這邊新增文章 那如果是按全部文章的話 你可以去編輯你之前新增的文章 像這邊有一個NB促銷 那你可以去編輯 譬如說剛這張圖片 我希望這個文字能夠 假設 假設這個文字很多好了 我把它Copy多一點 好多好多 那我希望文字能夠 如果繞著這張圖的話 你可以點一下這張圖片 然後再按一下這個編輯圖的按鈕 按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邊選擇 好這個就是文繞圖 至中 就是把圖片放在正中央 靠右 也是文繞圖 那圖片在右邊 假設我們是選擇 左邊好了 你可以自己去決定 那你會發現這個文字跟照片的距離 可能太近不好看 那沒關係 按進階設定 這邊有個圖片設定 圖片的邊框我們可以選1 你看一下這個圖片 然後按一下 垂直的間隔 你看圖片加了邊框 比較好看比較整齊 然後垂直的間隔我們可以不用打 因為垂直間隔我個人覺得 預設的值就OK了 那水平間隔我建議打10 你會發現這個間隔會比較大 OK 這樣間隔比較大比較好看 好 然後我們再按一下更新 好 你就會發現這個圖片加了邊框 比較好看比較整齊 然後呢 它的文字會繞著這張圖來跑 假設我們字真的比較多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文字會繞著這張圖來跑 那如果你再去按 你如果希望圖片擺右邊的話 其實你就選靠右就可以了 好 按更新 好 就這樣子 好 你自己去調整看怎麼樣比較好看的版面 你就自己把它調整成你希望的版面 然後顏色 文字的顏色可以在這邊選取 那文字的大小你可以在這邊選取 好 文字是否加出 是否寫體 可以在這邊自己去選取 是否加一個槓 那是否要做超連結 這邊超連結 打上網址 然後開啟新分頁 新增超連結就可以了 好 這個就是修改文章的方法 喜歡的 我們來看看 好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